各位观众 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给各位讲解脱道 这个解脱 大家都很懂得是非常重要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比方说有出的态度 很论啊 赶快脱两件衣服 我解脱一下 我给人家扣起来了 绑起来了 我在受信出发去 带着所谓家属 是苦啊 不能自由啊 把家属去除了 我解脱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 公民富贵 都是家属 都是扣着我们 让我们在民国人家里面 不得自由 有的是家庭的说法 感情的说法 有的是亲亲的说法 有的是儿女的说法 有的是朋友的投入的说法 有的是参考无敌的这个要求说法案例 我们实在不能自由 不能解脱 这个外界的境界给我们说法 我们可以自己我自己去找一个心安理的 我也不贪图富贵公民 我也不贪图怎么样子发财 我也不贪图富贵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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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贪图贵公民 到佛门里面 请老师 老师往那儿找我做什么 他说请你帮我解脱 说老师 你要解脱 他谁受访你了 对了 没有能受访我 自己受访自己 自己对于世家人的名利贪心 给贪心说法 对于不忽悉的人物就认恨他 忽悉的人物就爱他 给尘埃说法 对很多的道理我想不通 想不通就烦恼 就怨天尤人 给与此说法 所以我们自己想想 我们也是真的 这主人也很可怜 很多的案例 而破我们 外在的 内在的 甚至在家庭 是因为肚子而破我们 是自己 有时候 不明道理 自己妄想 烦恼 贪嗔于此 憎恨恨基督 也把自己 这个 说法 都不能自由 所以 这个解脱道啊 你不必去求主 别人 你自己做自己的贵人 自负 自己 自己说法了自己 自己不去 贪图 不去 妄想 烦恼 不就做了 解脱人了吗 修复 中二的就是 大家要 做解脱人 感谢您的